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大家好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试号 来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百艳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我叫向明芳 我叫秦源 今年是上大学了 今年9月份上大学 然后我进入的是武汉体育学院 我也是今年9月份 然后我进入的是成都体育学院 你们曾经有想过自己很像这么好的学校吗 没有 没有想过 曾经我还以为我可能后面就上不了大学了 就可能高中都读不完 真的 我也是曾经 我都没有想过我能够上大学 更没有想过我能够上本科大学 是通过摔跤这个专项 摔跤这个专项 体育单招考出来的 在这个时候 有些带你们走到现在吗 特别感谢李教练 李教练嘛 他看着特别壮 然后头发有时候剃了光头 然后有时候就冒一点点 就很少能看见他的头发很长很长 怎么来说呢 怕他头 怕 非常吗 就是非常有威严 黄金条子 对 就是那种竹 竹片片 竹块 对 我们都会很害怕 然后非常的严厉 但是有时候也非常的亲切 对 因为我们都是牛舌儿童 对 自己爸妈也不在家 然后在训练上 在学校 更多的就是跟我们李教练相处 在生活中又非常体贴我们 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掌声有请贝谢人李学奎 你初少 三位教练是好 你是教什么的 我是叫摔摔摔 叫摔摇的 今天来感谢你的是你两个学生 对 是有什么喜事吗 具体的我还不知道 估计是他们今天考上大学 比较高兴吧 考上哪儿了 那个向明芳是考上那个武汉体院 那个秦源是考上那个成都体院 他是很有名的体院 全国八大体院嘛 全国八大体院 对 作为老师很高兴 那肯定很高兴的 今天是谢师来的 来我们掌声有请智谢人向明芳 楚老师好 三文官嘉宾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向明芳 你是学摔跤的 对 像我们这样的老爷们 你能摔几个 楚老师的话 一手一个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没有 来说一下 考到重点体院的心情 当时说到录取通知书 特别激动 特别激动 那个录取通知书还没到 但是那个我同学到了 我就 我就赶紧打电话 我说 怎么还没送到啊 我说我就在这等着了 就是那车一到 我就去拿了 然后 进学校的时候 很激动 我当时 就睡不着 就翻来覆覆睡不着 明天要去学校了 好兴奋啊 赶紧给我那些在武汉的 已经联络的新同学 我说你明天什么时候去啊 我说 我说我特别早去 他说你那么早干啥 我说激动啊 想去学校看一看 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本来就是你很梦想的学校 对对对 这是谁 这是我们的 我当时训练完了 去我们那的东湖 因为武汉体育学院 在那个东湖里面 那里面都是好厉害的女生 就体育的特别多 亲缘的呢 你也是学学校的 你是考到哪个学校 今年22年就考上了 成都体育学院 当时不是收到 这个录取通知书吗 他是邮政 然后他给我发消息 然后当时我特别激动 然后我就给我爷爷打电话 我爷爷当时还在干龙活 然后我就说 爷爷就是我考上了 当时我的心情可激动了 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跟教练请教一下 这运动员不都是年纪很小吗 那他们读大学是为了将来教别人 是吧 他已经19岁了 他参加比赛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他们现在就是以学习为主的 主要是学习 将来去教别人 对你说的队员那种运动员是专业 走专业运动员 执运动员 他们这个就是开大学嘛 走专业走不出去了 开大学 将来就是做教练的 对对对 做老师 拿过什么荣誉吗 拿过 拿过重庆是锦标赛冠军赛的冠军 冠军 你呢 我拿过今年的一次锦标赛冠军 就最开始你们是怎么 其实一开始就很热爱摔跤 还是说摔跤能够改变你们的命运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听到摔跤这个词语的时候 就是16年的一个夏天 那时候小学六年级毕业 小学六年级毕业 然后我们教练跑到我们那个笼巴里面去招生 就下课了 老师说到操场去集合吧 我不知道去干嘛 就我们教练当时很壮 有两个教练都很壮 然后看着有点体育生的那种样子 他就让我们做了一些动作 最刚开始是选上我闺蜜的 当时看着我还可以 就顺带选上了 你是顺带的 烧带的 对对对 本来不想去的 不了解 而且离家太远了 我坐车要转四五趟 家人支持吗 不支持 我爷爷奶奶 以为这个是骗人的 以为是搞传销啊之类的 嗯 然后 当时我闺蜜也 非常坚决说不想去 我跟他一样不想去 报名了另一个中学 我当时以为 就可能跟这个摔跤擦肩而过了 那怎么还是去了呢 就我们教练 坚决地想让我闺蜜去 那也不是要你去 因为我闺蜜啊 因为我跟他闺 就是小孩嘛 关系好 你那时候不要读书吗 那时候 那去那也一样可以读书 我们教练说的 你家庭情况怎么样 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吧 因为 自己 爸妈在外面 收废品 在外面打工 在石家庄 然后我自己 很小 三年级 因为在外面 我妈她们条件很差 需要到处租房子嘛 我就被弄回来 在家里读书 跟爷爷奶奶 然后我经常 每天早上 特别早就去收农活 拌玉米啊 背 背那个土豆啊 你是不是特有劲啊 还好吧 有哥哥姐姐吗 有一个哥哥 他们在干嘛 我哥哥也是跟我爸爸 他们一起的 就因为 就你在家里是顶梁柱了 对 因为家里吧 没有出什么大学生 我哥都是 高中没读完 出去辍学打工 我爸也很希望 我能考上大学 一直在外面 特别辛苦打工 我自己 真的 我就像 就像今年回去 我同学都说 我明年要订婚 我说啊 你订婚了 我孩子读书 你就已经要订婚了 因为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就聊了柴米油盐 我就说 那这种感受是高兴呢 快乐还是悲伤呢 我感觉为他们感到悲伤吧 为他们感觉到悲伤 对 还好你学了摔跤 对 还好我走出去了 让你看到了另外一天世界 对对 你呢 我当时我是不聊自己摔跤的 那个时候就有两个老师 他就来我们小学 然后他就来招 招关于什么 就是举重或者摔跤的去嘛 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然后我就去尝试 我也去念了摔跤 你的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对 选人是不是特别难 尤其是选女娃 尤其选女娃 对 选到稍微有点天赋的 能吃苦的 对 就特别难 就像小妹妈说的一样 她那个闺蜜 从小长大那个小孩 我实际上第一眼你看到她 为什么特别想要她闺蜜啊 她闺蜜 那个一看体格就不一样 肯定比一般小孩壮实 看着就有劲儿 壮实有劲儿 对 她们俩她壮实一点 她挺瘦的呀 都是她们之前都是 你没这么胖 就是练了过后 你记住起来嘛 以前更瘦 看着她身体挺匀省这样 然后再简单测试几个动作吧 感觉还可以 但基本上家里人都会反对 都会反对 我们还是三番五次做工作嘛 就跟她的相片办法 她的闺蜜一样 我们是在她的 她们家里面爬了三趟 第一趟去的时候 我带她们家里面去 她家里面不相信我们的 那怎么说服她们呢 第一次不行 她说你们是骗人的 然后回来跟我们校长 发现了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校长又亲自去 还是不行 后来我们校长找到 在我们学校一个老师 之前就是他们学校 调过去的 一起跟我们去的 到她那个家里面 她回来 这个老师在她们家乡比较熟嘛 这样才把她做工作 把她做过来的 你们这个平时在街上 不怕碰到流氓吧 现在念了摔跤之后 我就不怕了 你们教训过流氓吗 没有遇到过吧 从来没有 还是比较想大展身手 但是没有遇到过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你呢 没有 你们将来会练你男朋友吗 哈哈 以后找一个金塔的吧 你的这个教练啊 看上去好凶啊 第一次见的时候更凶 我记得我刚入学第一次吧 那时候 对 一般都不会太用力 都是笑不笑的 几个威慑作用嘛 这东西打人好疼的 教练与你们之间的故事 主要由三竹条来形成 对对对 那我们先说第一竹条好吧 就是我刚入学嘛 刚接触体育吧 就有点吃不消 在家那时候小 记得第一次就 200米的跑20圈 那时太阳很大很大很大 然后那些师哥们啊 那跑得贼快了 我们一群小的就在后面 慢慢跑慢慢跑 太累了 然后 当时李教练 看我们跑太慢了 他就拿那个竹条 在后面 就赶我们你知道吧 赶鸭子一样 对对对对 特别吓人 然后 我就有点想放弃 我就不想跑 我就在那走走走走 结果李教练就 轻轻地打了一下我 我当时吓 我吓得使劲跑 使劲跑 然后李教练 后面下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要坚持 然后告诉我 这个摔跤这个东西啊 不是 不是就练着玩 他是可以考大学的 对 这句话打动你了 就突然觉得 哦 我练摔跤不是来 就是那啥的 我是来感觉 是来考大学的 那啥是什么那啥 玩啊 小孩调皮嘛 其实有很多孩子 最开始在接触 体育项目的时候 都认为是一种娱乐 对 他不太了解嘛 好玩 他没想到可以改变命运 对对对 你的这第一竹条很轻吗 嗯 很轻吧 象征了什么呢 感觉 启蒙 对对对对 有一点那个意思 是吧 嗯 你呢 你的第一竹条呢 我第一竹条还是我刚开学的时候 我本来我身体就瘦小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有一堆心声 然后在那里不是 就是念力量 我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念力量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有 有那个杠铃 最多也就15千克 然后当时别人他都能拿起来 然后我拿起来的时候 我就东倒西歪 我根本我就拿不起来 然后当时我的面部很猙獰 你这点他就站在我的面前 他没有拿竹条来教育我 他就把那个竹条拿着 就就像土雷老师您一样 就站在这里 就有那种威严 但是我当时我还是拼命的 把它拿起来 这样做 就是做那个 弗宁的那个弯举提拉嘛 但是我做的不标准 但是你就见他 他就说 你们本来你们就是刚来的 然后他就让我们 从最开始就慢慢的念嘛 就说我们可以慢一点 他有外号吗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你说 你都毕业了他管不着了 一个比较正常一个老李 然后另一个就不太正常了 什么 但是也非常的亲切 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他知不知道 行 你知道自己的外号吗 老李不是知道 另外一个知道吗 背着我喊老李吗 另外一个不知道 来今天揭晓一下 教练的外号叫什么 其实还是比较新鲜的哈 嗯 叫 叫李光头 李光头 对 为什么叫他又不是光头 他之前 李正念现在不是光头 对 他初一的时候也还好 就出来应该是初三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替了光头了 李光头 那确实不能当着他面叫 对 他们要真叫你李光头 你们会教训他吗 那也不会 那你会生气吗 生气 也不会生气 他这个也不是什么 什么不上大眼的 教男娃好玩 还是教女娃好玩 那应该说教男娃好玩的 为什么呢 男孩他皮是一点嘛 好教嘛 教女娃好玩 不听他靠眼瞎 或者靠眼瞎拍拍头 都可以 女孩就要教气一点 然后做动作 没那么大方嘛 摔教 他就是两个人对抗项目 要摔的 但教女孩更暖嘛 这女孩对你 你看他现在出来了 考上大学了 我就挺幸运的 但是在教的过程中 你不知道 教女孩是更辛苦 他如果学动作 他没有男孩学得快 特别是最开始来的时候 的小孩 他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摔 然后你放不开 男孩就皮是否所谓 你不听他 我可以骂两句 喉两句 那你怎么引导呢 就慢慢来 从最基础来慢慢慢慢 跟他讲 像夏宾芳男人一样 最可在他练不动 想回去 不想练 想哭啊这些 然后慢慢跟他做 思想跟做 真的跟带小孩一样 慢慢想放什么 再留下来 然后再跟他讲道理 他有温柔的一面吗 夏宾芳 你还是比较清楚的 他们还会扔包 他两个人讲相声 就是 李教练刚开始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只有两个班 一个是初一 一个是高一 李教练就满头黑发 到后面了我们的队伍 一步一步的壮大 他就操心的越来越多 然后头发也白了 所以才剃头发 操了啥心吗 比如说我们每次打比赛的时候 然后不是要整理那些人的名单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降体重 我们李教练很负责任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体重 你只要你降不下去的时候 李教练他都会一一帮你降 这么降 单独拉出来 然后做一套那个身体素质 而我们当时降体重很累的 就你身上穿特别厚 然后外面穿一层那种不透气的那种 你裹个保鲜膜不就是了吗 保鲜膜 保鲜膜 运动吗 你这个是个主意 我们是专门的降重服 对 降重服 因为练摔跤的 它其实像一般情况下 它的脂肪不多 然后你就得降水分 就得穿那个降重服 在那个特别大的太阳 在外面使劲跑 使劲跑 还有一次吃早饭也是 当时我还是里面的主要人物 就当时早上 就其他文化班放假了 我们摔跤办这些要补课 不训练 李教练前一天晚上告诉我们集合说 明天早上七点半 一定要都全部起来吃早饭 我们说好 然后第二天早上了 爬不起来了 哎就几个下来 哎算了不去了吧 结果第二天早上李教练发现了 训练前就把我们全部站成一排 然后一个人敲一下 一个人敲一下 敲哪儿啊 敲手 男生是打屁股 女生是打手 挺那啥的吧 李教练打我们又说 其实吃早饭也是为了训练嘛 因为不吃早饭不行的 早上训练 那次真的是记忆犹新 就是当时 其实我也没有去吃早饭 然后我就准备跟校美方 他们一起站出来 我也准备去挨一下 李教练的手掌心 但是当时我的同学 他就在旁边 他就把我拉着 他就示意我不要去 他都想着 反正他们都打完了 我就不去了吧 然后就是那一下午的训练 我都不在状态 我就想着 哎要不下训了 我去承认了吧 我感觉这件事情也 不去承认也挺不好的 他们都来打了救我 救我没有被教育一下 最后我还是去李教练的面前 我说 我说李教练 其实今天我也没有吃早饭 但是当时您太凶了 然后我不敢站出来 但是李教练他并没有打我 他反而他还笑着跟我说 不吃早饭的一些坏处 然后吃早饭的一些好处什么的 我觉得这还不够体现李教练的温柔 怎么来说呢 现在提起来都有一个小结 当时宁静比赛冬天的时候 我的胶鞋就坏了嘛 就是我的脚趾都已经露出来了 我又觉得胶鞋有点贵 然后我又舍不得去买一双 然后我也没有给我的爸爸妈妈说 那段时间训练也很辛苦 就是我训练也比较认真嘛 就是李教练他看见我的胶鞋下 有一个洞 反正就是我脚趾可以露出来的那种 然后当时李教练他就说下去了 然后去找他 然后拿一双胶鞋 我就去拿了嘛 那个盒子上面写的是37嘛 结果给我的胶鞋 那个鞋上面写了39嘛 好大一双鞋 当时真的好尴尬 你是39嘛 不是我是穿37的鞋 因为李教练还也不知道嘛 我就穿着这双鞋去年 然后大的时候 然后我就塞一点纸进去 因为我想到这是李教练给我的 当时其实我还想去给李教练钱的 但是我又不敢去说 当时我感觉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你训练辛苦 你该得的 当时我真的 我感觉我的心真的好软 还要宁静比赛了嘛 然后我就穿着这双胶鞋去打比赛 当时我其实可激动了 成绩在没有嘛 我感觉要是我前面有 我那个豆腐就好了 我觉得当时一打完 我真的想马上钻进去 在台下的时候 我还没有比赛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这次我一定要拿个好成绩 你今天都给了我一双胶鞋 我至少我穿着这双胶鞋 我有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带一份幸运吧 但是那场比赛输了 然后当时我还觉得挺亏对李教练的 当时我还觉得 哎呀这场比赛都输了 然后输得这么丑 我觉得李教练应该不会再关注我了吧 但是回学校之后 我感觉李教练他对我更加关注了 他就是一个动作 他问我你会了没 我说我不会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做动作 一直做 就做到我会为止 那双胶鞋还在吗 那双胶鞋 他虽然他坏了 但是还在 还在 对 他们刚刚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记得非常清楚 你啥感受 当时回过头来 我今天想看他们今天描述这些事情 感觉 他们现在能够理解的 当初对他们那么严厉 接下来我们说说到底有多苦吧 好多人不知道练这行有多苦 像跑步吧 一个二时间 跑完不可能的 很热的天也跑吗 夏天 再热也要跑 夏天天气更好 更好跑 更好 更好容易 你教练的话就是 今天天气很好 来 来一组八百 他自己跑吗 你这脸当然不会跑 但是他会站在旁边陪着我们 就那个篮球场 低了那个篮球框那年 对那个篮球框极其熟悉 也是在我们面前站了六年 站了六年 对 我们那会儿啊 我们每次跑步 我们体育老师总是喜欢忽悠我们 再来一圈 最后一圈 就一直说最后一圈 就老来了一圈又一圈 那最后一圈好多次 你们也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 就我们有一次早上 特别早特别早 六点多钟嘛 六七点钟叫我们前跑步 他说今天就跑一个三天 我特别开心 我情愿就跑一个三圈 当时我们特别开心 我说啊就跑一个 今天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就跑一个三圈 对 我们就想到毕竟全力 他就跟另外一个站说 哎 反正他们明天要放假了 再跑一次吧 再跑一个吧 然后另一个站在说 哎 也可以 休息一下啊 等一下再来一组 唉 好了 跑完了 结果我们又来了一组 当时 我心里 啊 我这一定是最后一组 相信 我就会情愿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 这我跑完了 这是心理技巧 这是我们的摔跤管 啊 这是我跟小东摔跤的时候 焦耳是什么东西 就我耳朵上现在也是这种 我的妈呀 你们的耳朵都是这样的 我练的比较久就变这样 我的就是这种 都往外翻的嘛 跟那个打拳击的耳朵一样 你呢 你好一点吧 对 因为我练得比较少 为什么会摔成这样 就是我们抱腿不是 耳朵要有摩擦嘛 戳到别人的胯 还有这个手 圈头的时候 必须要贴紧别人 这样用力的时候 会把这个耳朵这样 就 常年累月耳朵就变形了 对对对 那就不能像其他女孩子一样 扎耳洞啊 戴什么了 耳洞早就扎了 只是 我妈就问我现在 为什么不戴耳洞 我说不好看 戴不了了 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感受 现在看 其实我最刚开始 还是比较抵触这个东西的 我现在还能 比较平静的看 说说笑笑的 因为就可能就给我 这六年的摔跤留下了一个 比较有 能摸得到的一个回忆吧 我觉得 对 能证实我这六年摔跤的苦吧 作为一个教练 你首先是个男人 你也是个父亲 你会有那个于心不忍的感受 都一样 唯一有一次于心不忍 但是没办法 你看他们这个 那个龙城下 多数都是流水而童 父母亲从此也不在身边的 都是说句在外面打工 没办法 他们要为了一家人生活 就是他们自己在家 平时都很少人关心的 像下面方这种 十二岁给我过来训练 我再不关心他 家里边他好多受的苦 他是不会跟家长说的 家长不知道 有这么苦 他如果自己父母亲知道 看得这么苦 他可能都不愿意 苦是为了有出路 对吧 你们平时要做服务商吗 做啊 您能做多少个 四五十个应该可以 女生四五十个 你呢 我也是跟下面方差不多 但是 现在还能坚持四五十个 现在呢 我说的是现在四五十个 不是说 以前呢 以前 六十几个 十几组还是可以的 来 我们请熊敏来比一下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竹条交给教练 看看教练平时是怎么 来督促他们的 好不好 来来来熊敏快来 熊敏在中间 你们在两边 来把竹条交给教练 音源已经不行了 他好标准 那话筒来采访一下熊敏 熊敏 这点确实不如他们 不如啊 自然行为 这只是他们平时训练的冰山一角 如果教练训练的不严格 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体力 作为本期的编导 你应该有自己最浓重的感受 无数个从今的夏日 都是四十多度能坚持走到现在 这种艰辛 这种不懈的努力 这种为梦想 不懈努力奋斗的这种精神 真的很感动 就是想让这种 女孩子艰苦奋斗的这种故事 能让更多人知道 虽然是农村的孩子们 也要不要放弃努力 所以要更加的拼搏 很恭喜他们 这番话好正能量啊 好 来 请坐 第一竹条的意义是在于 刚刚入学的时候 启蒙的作用 赶鸭子 第二竹条是教会你们要吃苦 对 那第三竹条教会的是什么 第三竹条意义很重大 但是怎么来说 因为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就高一刚冲重新下来 然后那时候体力还行 等高二高三的时候 我的体力就一直往下滑 然后我的八百 就在高考的满分是两分三十八 但我那时候连四分就跑不到 意思就是说 我高考在这一大项的上面 我一分得不到 大学梦就破碎了 就感觉就 考不上大学了 但是 因为李教練那一段时间 就因为我这个事情很烦恼 最刚开始的时候 说我不生气 也敲打过我 也就用那个竹条也打过我 就叫了一下 轻轻地打一下那种感觉 就 我自己 当时感觉自己都有点 感觉自己很铁不成钢那种感觉 因为 真的 就是 我八百就很努力 我每一次跑步之前 我就会给自己做那种心理 活动就是 今天一定要加油 今天一定要 今天一定要 给教练看出 我在努力 我没有偷懒 我不是坚持不下去 然后我就 每一次跑步就 特别特别努力 但是我感觉 成绩越跑越满 从刚开始三分多钟 三分半到后面的四分钟 四分以外 到最后 就是感觉有点 受不了了 然后可能就 开始往自己 身体方面去查了 去去检查了 嗯 结果是贫血 你贫血的时候 要补呢 怎么补呢 医生说 就当时除了吃药以外 就是食股 吃肝啊 吃肉啊 吃鸭肉啊 当时 那还给你开小灶 对 我们班主任和我们女教练 开小灶 我们班主任 鸭了两个那个 乳鸡 乳鸡 对那种鸡 让我们说 去小米方拿去食堂 把它蒸了吃了 我当时 因为不喜欢吃肉嘛 当时 我当时觉得 好困难一任务啊 那么大个鸡 让我一个人把它吃完 最后还是跟情缘一起吃了 对于你来说说 这第三竹条是 意义是坚持 鼓励 对 就在我最低鼓的时候 李教练依旧就是 在我身边告诉我要坚持下去 就其实我当时都已经 都已经成那样了 他还能继续 就李教练不是一个 急功近利的人 就哪个成绩好 我就关心谁 哪个将来不会太有出息 我就放弃谁 对 是这样吗 对 那你的第三竹条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也是高考要考专项的时候 也是跑八百米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的八百成绩 当时是在三分钟左右的 然后是李教练 他一直把我慢慢慢慢的带到了 直到我的高考专项成绩八百米 两分三十九秒 其实那个时候跑八百 特别是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我就是我一点我都不想跑了 但是李教练呢 每次他就会在最后一圈的时候 他就特别大的声音 他就说情缘快点跑 最后一圈了最后一点了 坚持考上大学这些的 每一次他都会这样鼓励我 让我坚持把这一圈跑完 最后获得了什么成绩 我的专项只扣了0.2分 当时我真的八百米 特别感谢我的教练 他们放出了 说的都是八百米 因为八百米 在我们这个摔跤专项当中 占据了一个很大的比分 而且这个比分是完全可以去努力 而不去尽量地丢失的一个项目 来 我们看到一段视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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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衣服是情缘 对 蓝色衣服是情缘 赢了是吧 赢了 怎么样才算赢 比分达到10比0 这比分是怎么平出来呢 就有的动作是2分 有的动作是1分 有的动作是4分 有的动作是5分 最多分的是什么动作 5分就 过肩摔 从站立直接到跪撑 对 那他要是爬出来那圈呢 就吹哨起来 就重来 对 要看怎么爬出去 因为有的出界是给分的 就给没出界的分的 我们看你们在摔跤的时候 有一种刻意要把它翻过来那种感觉 他刚才的动作就是吧 翻过来就很得分是吧 超过90度 就得分 就不能这样躺着 躺着双肩就输了 躺着是双肩 必须得这样趴在垫子上 小敏 小敏来 我们看一下小姑娘怎么摔大老爷们 眼镜 眼镜拿下 我给你拿下 应该没事 来我们到后面 好好好 我温柔一点 我温柔一点 我说开始就开始 好 321 1 你是让他对吧 手劲很大 来来来 来几个来好行 来来来来来来 居然我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换换另外一个 不要再用刚才他那招 好 来个背摔 好 哎呀跟过年似的 痛啊 他们都很 你的使命完成了 哎 哎你们俩谁厉害 看厉害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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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厉害一样厉害 你们俩过个招我们看一下 可以可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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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啊 不要受伤 也不要让啊 他们俩是同级别的 这个下面放在大个级别 我我我我你的手 哇 他手真的很有劲儿 哎 你们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挠痒痒吗 这个亲身经历告诉 就是我 我是怕痒痒的人 但是我训练的时候 你痒痒肉比较多的人 但是训练的时候没感觉 就是很专注没有 就是你怎么挠痒痒都没用 对 我训练的时候你很关注 但是我平常你挠痒 我就很怕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他那个思想高度紧张 已经完全没用 就挠痒痒也没用啊 怎么挠都没用 你拍两下估计不会疼的 赢了以后 胜利的喜悦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感觉我自己真的像 像高兴的像飞天一样 那输了以后的那个失落 是怎样一种感觉 输的时候会有点怀疑自己 第一次打比赛是拿了个第二 第二次打比赛的时候 拿了个 好像是拿了个第三把 闺蜜当时拿的冠军 心里有那种落差感 有点失落 然后想着感觉自己 要不就是努力不够 要不就真的不适合 不过后面 教练也其实也 也就是安慰了一下说 对面确实实力并强 而你明天再努力 是这种 你的学生里面拿到最好成绩是什么 最好成绩全国冠军 全国冠军 谁啊 送到专业的黎明 黎明全国冠军 准备赛冠军 去年全议会是第二名 你看到他们拿冠军 你作为一个教练的感受是什么 那个当时很骄傲 很自寒 你是从事摔跤这项项目 多少年了 我从训练开始 今年是30年了 那你是从多大开始 我从92年 15岁 说说你的经历呗 你是怎么从事摔跤的 我摔跤应该是会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因为我当时我最开始没带摔跤 我是在读书嘛 然后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 在那个我们那个县里面 那个摔跤队训练 那我在我们班上也平时喜欢和他们 一天打打来了嘛 然后我的手致比较大 但是你这个力量这么大 身体数这么好 你去练一下摔跤四十分 那你去到那个体下 到那个家里面见 然后我家两个看一下 然后叫我坐下服务车呢 然后我搬回来手腕 看我的手 但是还可以让我试一试 就这样就走上了摔跤这个路子 你后悔过从事这个事业 我从来没后悔 从来没有 对 我现在这个摔跤对我来说 现在不是我的事业 相当于是 全部 全部 真的是到已经进入骨子里面 鞋子里面东西了 我相信所有的教练 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发展得好 对 我们也看到有些运动员 在退役之后过得并不好 自己也好 自己也好 家人也好 都会后悔当初从事的这个行业 如果你听到这种言论 或者是说看到这样的例子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这个我感觉还是 你不能怪这个质疑给你带来的 你说后边走不好 啊 你不能说是因为你念了摔跤或者干什么 我念了什么其他散打或者什么 我觉得后边这个人生不成功了 就怪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带来的 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但是听到这种例子你心里难受吗 难受 很难受 因为我之前在前江也有这个例子 嗯 之前我在那个重庆前江 嗯 前江那边呢 他是独立的体系 不是在学校 他没有高中 三年出生三年完了 找回到地方上学了 然后就出去打工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 我在前江当时带一个小孩 叫向上的小孩 走专业是一点问题没有 当时重庆那个专业的教练 就专门到前江去看他了 来选他让他走专业 他当时家长也不支持 还有初生毕业 没办法出去打工 他当时上了个季下 他去七成美容这些的 后来回了两年 我在前江都碰到过 开了个七成美容 开了个洗车的 我实际上看到他们 我当时都很心酸 我感觉我没把他带出来 当时我就想到如果 这些孩子如果哪怕专业追不出来 如果高中上 他们是能够考大学的 你拿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我成绩不是特别好 全国前几名前府没拿过 四川沈英会 沈英会都拿过 一个运动员他的发展轨迹 怎样才算是成功的 你认为的是这个 我认为你说非要成功 你当运动员的时候 肯定是以成就作为衡量标准 然后退役以后 如果还从事这个项目 你能把这个项目干好 还能在这个行业里面 成为佼佼者 这也算了成功 我认为就是我现在 我很满足 我把这些队员 这些流水人 这些农村孩子 送他们进大学 我就感觉可以了 与其让别人来摔自己 不如自己摔自己 如果用摔跤来比喻人生的话 你们有什么自己的感言 我觉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首先了解自己 其次才是了解对手 你摔跤的时候 你不仅要去看对手的状态 你要看自己的状态 你克服不了你自己那关 你不敢去做动作 然后或者是你不相信你自己 能做这个成功 那你就可能 你呢 你有什么感言要说 就像向方说的一样 摔跤我觉得 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了自己 就像我最开始 练习摔跤一样 我不敢 我就是不敢去做这些动作 我也害怕别人说我 说我一个女生 你去练这个 你去练摔跤 你去干嘛 我要去克服这一份 被别人说的 然后克服自己心中的这些恐惧 其实我们听的不是摔跤 我们听的是 他们仨的故事 听的是有很多运动员 跟启蒙老师之间的故事 有很多运动员的气质 价值观 乃至于未来的出入 几乎在启蒙的时候 就已经定下来 来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我们听一下他们明天 如何勉励自己好不好 三位好 这期节目起的名字叫 《摔跤班的夏天》 李老师你知道 这让我就联想起 我看到的一部电影 它叫《放牛班的春天》 讲的是一些特别顽劣的孩子 已经被所有的学校 甚至被他们自己的家庭 给放弃了的所谓的野孩子 然后有一个音乐老师 怀才不遇不得志 来到了这个学校 成为了这帮孩子的老师 然后他就偶然的机会 发现了这些孩子 声音上的这些才华天赋 他就组织这些孩子们 去同声合唱团 然后让这些顽劣的孩子 慢慢的去感受到了 他们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东西 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从而改变了他们很多很多 李老师 您本着的初心 只是摔跤这个事业吗 我觉得不是 命运没有给他们 太多选择的机会 但是您给他们 多一个选择的可能性 让他们的人生 有了另外的一个春天夏天 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的四季 谢谢你们三位的到来 祝你们未来的生活 越来越快乐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想跟李教练说一下 你们教育行业的感动人物 张桂梅老师 我觉得突然在你身上 看到了有一个 跟他一样的共同点 就是你们身上 都有一个信念感 我要给这些孩子们 这些留守儿童们 一个和城里孩子们 平等的机会 所以你会跑到很偏远的山区 专门去挑选这些孩子 而不像可能有些 永远在大山里面的 你们的同龄人一样 他们没得选 而你们可以选了 当这个东西交在你们 自己手里的时候 这就是一份幸运 这就是一份幸福 祝福你们 这是你们自己努力得到的 也真心要感谢李教练 给了孩子们 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今天的访谈 可能给我们呈现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我们向很多 乡村 启蒙教练 尤其是愿意往 最贫困乡村 去寻找那些 有运动天赋女孩子的 教练致敬 你们的每一次出发 不仅仅帮助我们国家 在挑选 真正的运动的苗子 更重要的是 你们在改变一个又一个的命运 我觉得整个我们社会的进步 就是这么慢慢被推动的 但你们肯定一定要记住 教练给了你们什么 不仅仅给你了摔跤的技术 给了你最初的关注 最初对人生的校正 以及最初的关怀和爱 加油 摔跤吧 明天会更好 谢谢你们得到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话 对教练说 谢谢你来了 谢谢老师 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